不是只有我關心所有的小朋友都關心這個事情 好大的火氣 市議員居然把秋霸子當小學生狠狠教訓 邱風光 我告訴你 那個懲悔氣大了 我告訴你 標罵場景發生在2號下午 特別是警察局長邱風光 被特別是議員秦慧珠標罵 畫面疑似被其他議員助理拍下PO網 導火線在這裡 當時下令取消互同專案的決策是你做的嗎 沒有 這個 我覺得是這樣啦 這是警察局他們商量過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我不會推給人家 因為他們商量的時候這個要取消 所以認為建議我取消 我還是贊成他們的意見 所以我負責 其外租植於台北市政府取消互同專案 間接導致女童遭歌喉 政當市長柯文哲被問到詞窮 邱風光突然跳出來英勇護駕 101年11月 內政部警政署通令各縣市 取消互同專案的執行 把責任推給中央讓秦慧珠臉上好無光 我沒有標罵 我只是比較生氣的大聲 沒有任何責罵的意思 這個事情既然大家都是出於善意 那就到這裡為止 就看到 那是好 議員火氣沒消 柯P打原廠 順便替自己緩家 不過根據3月23號市府公文 名列取消27項警察勤務 其中就包含上下課校門站崗 漢戶帶過質疑 其實警政署101年取消互同專案 但各校仍然約定成俗 柯文哲卻下令全部暫停 誰取消互同 責任其實不難釐清 記者黃明鈞 陳如文 A森小臺北 蔡坡報道